虽然疫情让许多小吃炭的生意受到影响 但是板桥炸鸡胎的老板 却免费赠送鸡翅给有需要的客人 他说业绩虽然是变少了 但是爱心绝不能少 为在板桥重庆路旁的黄昏市场 不只有买菜的人潮 在路口转角的炸鸡得来素 人气也很火热 就再多一只好了啦 没有 再多一只就要下一步了 还没起过的炸鸡早已被抢购一空 没算好数量的客人 可来不及临时最佳 只好再等下一轮 鸡腿 鸡排 鸡翅 简单三个品项 不论是排队的 打电话的还是急车骑士 赶紧喊单 下好离手 否则等到牌子一挂出来 可要残念了 都秒杀是真的秒杀 虽然住附近我也有扑空过 他都会说跟熟悉的客户讲 有时候都真的要用订的 不然真的很难买到 不会太油 最重的 因为一游我们就没有办法 经验度很好啊 很好啊 所以我们才会经常买的 几乎都要排队 他的鸡腿都很快就没有了 午后雷震雨 重重落下 大雨淋漓 并没有打断张顺元忙碌的节奏 站在油锅前 双手速度加倍 动作熟练的 抓起裹上粉浆的鸡肉 就往滚烫油锅里丢 我都现炸的客人来多少 我就炸多少这样 现炸的比较好吃啊 油温一定要控制好 油温几乎将近就两百度 所以这样炸起来比较外出内嫩 人家一般都用了 要控制时间的 但我看累积的长久了 我炸的应该都知道 熟了看起来又金黄色的 你就差不多知道他熟了 老板张顺元徒手炸鸡 已经炸出身后功力 沸腾油锅热里喷出 穿短袖不是问题 但绝对不能少了这项装备 以前没有好物件 我都没有戴眼镜 其实我是这样的 因为有时候他 他撒那个胡椒原辣椒粉 有风往这边吹来的时候 多少会弄到眼睛 每天开摊做生意 短短三个小时内就买光光 事前准备工作 清洗肌肉 更咬仔仔细细 要达到张顺元的标准 重复动作 起码要洗上两个小时 那问题记得 他是一包一包 他一包一包 里面都是有一些血水 我就反正一直洗 洗到我看到 水自然的透明 这样比较不会有那种 有种腥味 炸鸡好吃的秘诀 首要条件就是食材新鲜 使用的都是当天送来的温体鸡 冷冻的你炸出来就 没有那个新鲜甜汁 那个鸡汁 里面看他们都是 这么小吃的都是冷冻的 它不像我们这种温体鸡的 我要的都是要 这个尺寸 太小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撒掉 我会叫它退回去 再给我 台式口味的炸鸡 加进蒜泥去腥 再放入盐巴 香料 简单调味 就很够味 不要搅拌这个 这个精华就在这边 曾经做过各行各业的业务 从食品泡面 咖啡到床帘 不合适就换工作 却没想过当初抱着尝试的心态 以晃眼却投入了数十年 我二哥也做这个嘛 我二哥说你要不要做这个 我说看看吧 结果考虑考虑考虑久的时候 好啦那我就做这个 因为早些时候家里也有贷款 什么都要 起码真的 那时候还年轻 当然要赚钱 有些这边重新国中的 几乎小孩子都知道 现在有些的 以前是买给儿子吃 现在买给孙子吃 有些有的人吃世代了 那三十年了 这么快了 放这么快 同伴价格薄利多销 靠着小本生意 也偿还了贷款 张轩元怀着感恩的心 取之社会 也要回馈社会 早些疫情 还有些都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有的时候 下一餐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才想想 好啦 干脆 干脆来一个赠送的 只要排队六亿 平均事 本来预算五百支 后来又 都增加五百六十支 它的口味就是独一无二的 跟别人的市场哪一家 你知道吗 都每一家都单单色色 它都是有汤汁的不一样 它的肌肉都是现 现来的现用的 不是说冷凍的 主要不是冷凍鸡的 这种是最重要的 那他早天就是我的客人 早来我认识他 把客人当成朋友 做生意也变得有趣 在黄昏市场旁的台式炸机 炸出的 近血流存美好的回忆滋味 拜拜 我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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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他